白子江艳的刘晓东 今年42岁 三年前和陈梅重新组建了家庭 两人之前各自都有一个15岁的儿子 婚后两人又生了一个小儿子 刚满22个月 本该是热热闹闹的一个大家庭 然而生活仿佛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妻子在最近向他提出了离婚 据刘晓东说 妻子在去年10月份回来大吵一架 还差点对自己的母亲动手 家庭关系降至冰点 然而当记者找到他的妻子陈梅时 他却是另外一种说话 是我老公要把小孩送回去了 他要送回去给他妈妈带 送回去有四个月那么马上快 他也不送回来 他也带不好 我非常身体不高兴 对于那次的冲突 陈梅承认确有歧视 但他也向记者抱怨 丈夫是为了偏袒婆婆 才对自己动手的 他正常都听他妈的 听他家的什么亲戚的 这个病人说什么他都听 这一次他为了帮他妈 他还动手打我 总共跟我结婚三年 在我父母家就共同生活 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样子吧 能有什么渗透大恨的 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让这段根基部分的感情 雪上加霜 而缺乏沟通的处理方式 更让这对夫妻招架不住 陈梅嫁给刘晓东的三点钟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家里关系如此水深火热 在未来转身的现场 这个支离破碎的重组家庭 还能重归于好吗 好的 两位当事人 都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接下来进入沟通时间 两位好 这是一对半路夫妻啊 之前都各自有过一段婚姻 我先了解一下 你说你们最近闹得很凶啊 现在两个人的生活状况 是什么样的 他在他家 我在那边住一个房子 刘先生 您现在住在哪儿 跟谁住 跟我父母住 跟父母住 孩子现在跟着谁呢 你们两个已经分居了 被他带走了 送回去断奶奶 前年他就唠唠唠唠地在家里说 他说 这个小孩子马上要送回去给他妈带 又说明年后年不是上学了吗 要送回去在家里上学 又怎么怎么的 那个我心里停了 我就不舒服了 后来我就讲了 反正那个小孩子 已经20度肚子了嘛 我说反正要断你嘛 我就 我说你要送回去 你就给他送回去吧 就他叫我 对我就是断奶奶 然后 断奶奶几天嘛 小孩他认生 他就是 我父母他也不怎么认识 不怎么认识嘛 我就想在家 陪陪小孩过渡一段时间 然后过渡以后呢 现在他 小孩晚上 白天还好 晚上就是 他都摸着我的符子睡觉 他摸不到符子 他就哭 然后我就 就这样 一直一直在家里面 孩子送到爷爷奶奶 爸爸那边带得怎么样 三十斤取了 收了还有二十四五斤 那个女人 穿的全部 反正我不想给他带 那您自己为什么不带呢 他不给我的 他不给我的呀 孩子送过去断奶 为什么不让妈妈见 是这样吗 是如他所说这样吗 没有 那为什么妈妈跟孩子都不见面呢 是他自己不来吗 那他带走了我去干嘛 我可能不出来 我一把小孩带回来以后 电话就打不通了 就被拉黑了 微信也删掉了 谁把你拉黑了 谁把你微信删掉了 我老婆 你老婆 那是我那邻居跟我讲的 他说 他说你老婆会打电话给我呢 我说他怎么有你电话号码呢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他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他说他还问小孩呢 我说他问小孩 他不会打电话给我呢 他说那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们父亲两个什么原因 就这样 还真怪这是 邻居传话问孩子怎么样了 然后自己还把老公 电话号码和微信都拉黑 对啊 那对于陈女士来说 你把电话微信都拉黑了 他是想联系 你也联系不到 反正拉黑 我这个事情也 我也无所谓 反正都细语为常的事情了 经常 他不是拉黑一次啊 是家常便饭是吧 他经常拉黑吗 反正我也习惯了 真的 那陈女士我不明白你这心态 你又说我想见这孩子 他们不让我见 那你又把电话微信拉黑了 他们也联系不到你 不是他们不让我见 他自己带走了 我就不去看他 所以不是他们不让你见 而是你觉得既然你们带走了 就跟我没关系 是这意思吗 他带走了 我就把这个路子 顾不顾也无所谓 所以你作为一个妈妈 你的所有的积极和主动 对孩子的关爱 完全取决于别人 是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 你是这个意思吗 反正有什么事 你跟他讲亲了 他不论你 你跟他讲中了 他就是 那前一度时间讲中了 他就打你骂你 怎么叫打他骂他呀 我问一下你家庭暴力啊 你必须得说 你是打他骂他没有 我跟他结婚三年 其实我在家过的都像小媳妇一样 就是小孩 我带回去断来以后 生病了 被他知道了 我就把那个小孩贴在那三十贴 拍的那照片 放在微信里面 他看见了 看见了以后 他就回来 他就说 你怎么不感冒的 你儿子怎么不感冒的 你父母怎么不感冒的 你们全家怎么不感冒的 我就说 这个也不是我 我故意把他感冒的 我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在那那 然后先开始在楼上 然后到楼下来 又开始 是他打电话给我妈了 他说 你儿子是个无赖啊 把我的什么银行卡了 什么什么保单 什么都拿走 他想用我的钱 然后我妈就这样说了 他说 你们父亲两个的钱 反正 夫妻共同财产是吗 无所谓 然后他就生气这句话了 他就问我妈了 他说 现在我也没钱用了 你 你拿十万块钱给我 叫你儿子打个欠条 就这样 然后就 就 就我妈 就说我也没这么多钱 我也没钱 就这样 他就去踹我 父母那个房门 原来我父母的房门都 他们 躲在里面嘛 他那个门不是锁的吗 他就踹没踹开 踹了三角没踹开 然后我就生气了 问你 你这 这晚上你 你从那 那边跑到我这边来 弄得这样子 还来踹门 我就生气了 我就 拉着他个领口 就往那个墙上 就是那个墙 撞了几下 然后他就说 我打他了 也就是说 陈女士 因为你发现孩子生病了 然后冲到他们家里 发了一通牢骚之后 跟他以及跟他的父母 都产生了争执 本来是小孩子生病 我也非常累死 还有我 我看到那个爆雷卡 没有了 我说 难怪他亲自里 他说 不要再为民感 我说 叫他到南京来 学个那个什么 找你 回家开找你 他跟我讲 开找你 不要租 租房子嘛 要钱嘛 要买东西嘛 他说 那个卡呢 还有一万块钱 胡吃好取 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后来我看到 那个卡 没有了 我就心里想着了 我说 难怪 我卡没了 他把我卡拿去 到银行去查一下 他知道那个 有一万块钱 或者你不去查 你怎么知道的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 你这儿子就一个无人 这家里 实际里的也不干 来我问一下 是什么卡 谁的卡 里面是什么钱 结婚的时候 就是要 那个 要了五万块钱 就是当时 当时他就在 他那个 他家那个卡上 就转在我卡上 就没取 直接就 转在卡上了 就是当时 其实是给你的 像彩礼钱一样 给你的 就是密码 他都知道 他口子查的 你不查 你不想这个钱 你不动这个信息 你怎么知道 这个有一万块 你都护士了 你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想问一下 他查了 他用了吗 没有 他就准备打路 他不要在为民干嘛 他说都难进去 那他查你了钱 让你这么暴跳如雷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平常你这一回 没人管你 他也不给你钱 也不 那你的收入来源于哪里呢 二十个月 他也不给你钱 你有工作吗 没有啊 那你的生活开销 来自于哪里 那是雷问子 还有那时候 没结婚的时候 注意的钱嘛 也没多少 然后还有给你的 这五万块钱 对吗 五万块钱没动 那个就银行成了定次 那个不好拿的 没动 你认为他在打你这个钱的主意 让你非常生气 对吧 本来就是 你干也不干 你一个月干了 陈女士 现在非常简单 你现在我们首先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解决 你对孩子的这个事情 非常生气 那现在如果你老公 愿意把孩子 带回来 给你带 可以吗 那也有条件 不可能 怎么又有条件了 你放在人家家 你觉得不满意 就是好像大家都 照顾不好你的孩子 你既然能一个人 带他二十个月 照顾得很好 那就回来 你继续带呗 继续带 我自己继续拿钱 我也不是可以拿的 我想听听 你带自己的儿子 需要什么条件 你说说 他肯定要给我 钱生活费 生活费 据陈梅说 自己嫁给刘晓彤的 三年里 丈夫几乎不给自己家用 前两年 每年只给五千元 所以自己带孩子 过得十分捉襟见重 而刘晓彤怦 自己也有苦衷 前两年 刚买了房子 经济压力太大 去年的时候 他说 要买个房子 我说好啊 买个房子 就买个房子吧 我就看见 我们站上一个 最便宜的房子 我买个最便宜的 买完以后 就是贷款了什么东西 都都在我身上 房子值多少钱 来 我来问一下 陈女士 那房子你满意吗 不满意 为什么呀 都买房子了 都买房子了 也是为了有一个小孩子 我想跟他雇下去 那个房子 谁要啊 那个当时买那个房子 我也是想着 能把路子慢慢雇下来 有一个住的地方 嗯 那个房子也不算个房子 买的是那个顶层 那屋顶 那个上面人家讲了 10年那个房水就没用了 就要重新交一次 如果交得不好的话 那个都漏水了 那个就不算个房子 嗯 那房子多少钱啊 当时 不到20万 19万多 啊 19万多 现在都付了吗 还是有贷款啊 没有就是贷款 一个月171也不知道172的贷款 就是还有一千多块钱的贷款 这房子写的谁的名字啊 两个人啊 两个人的名字 那也行了 你老公等于不管怎么样 你们现在有个将近20万的不动产了 我也拿起来 我不拿起来 他也给你每个房子 拿你这个好事 你拿了多少钱啊 我拿了两三万块了 两三万 嗯 拿了三分之一首付 差不多吧 那拿 我说白了 我也不是新肯全民拿的 为什么呢 反正没有了 他也不出去了 就就在家里正常干活了 没得出去了 你也不知道干活不干活 就是你现在嫌弃你老公不能挣钱 是吧 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能挣起 他不挣 他说他妈有钱 他妈有钱 他又不给你 就是这样 扎起总装 就是你两下推 最后你还是自己的 都只过不下来 你现在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因为钱的问题 钱也是一部分 那我们先把钱这部分解决 还有什么其他部分呢 小爷也是一部分 他妈也是一部分 在陈美眼中 刘晓冬的母亲 是导致自己婚姻 濒临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 究竟他和刘晓冬的母亲之间 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婆媳关系 到了怎样的境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